日前有劳工团体合法罢工却遭警方压制逮捕 被劳团炮轰警方保护 扼执资方 时代力量党团经 28日召开记者会表示 假如警政机关是这样处理劳资争议 未来劳基法修法通过后 还将许多弹性把关交给劳资协商处理 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要求警政署对此提出检讨报告 并炮轰劳动部劳基法修法后的劳资协商 弹性机制到底是让谁更有弹性 本月25日 新竹县有劳工团体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 第53条和54条发起罢工并设置纠察线 没想到罢工当天 现场警力人数打劳工团体数倍 新竹市警局局长与副分局长还在场打电话 警方随后破坏封锁县逮捕工会成员 甚至阻止律师接见当事人 律师邱显志对此质疑 这是法治国家吗 希望警方能说明当时局长 副局长在跟谁讲电话 新竹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 詹素珍表示 当时抵达现场时 被警方要求查看证件 不知道警方是依据那条法律逮捕工会成员 怀疑警方强制逮捕工会成员是保护 二职资方就连合法罢工都遭到逮捕 又有谁能保障劳工 新竹市警方表示 当天事件新竹市警局非权责机关 经过询问后到下午三点确认是合法罢工 强调警方是依法行政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追问 若下午三点前无法确认 请问是依什么法执行请勿 时代力量立委临场作也怀疑警方的 标准作业程序有问题 徐永明表示 劳工合法罢工却被警方介入阻挠 假如警政机关是这样处理劳资争议 未来劳基法修法通过后 还将许多弹性把关交给劳资协商机制处理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要求警政署针对此案提出检讨报告外 也炮轰劳动部 劳基法 修法后的劳资协商 弹性机制 到底是让谁更有弹性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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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